Hello 大家好 今天都要给大家带来五场八人军场的比赛 喜欢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五场的话 由汪范瑶 指示传输证人 五彩小白 绝版和多罗LV狂战 提供的素材 这就有了什么的感谢 那么基本都是一些内津的主持角 还有一局克制的局面啊 我们先看这一个 武将克制 也不能说武将克制啊 反正比较好玩吧 不太多劲 那么主攻的话 借刘备 我们这边4号位一个反贼 选了曹真 起手一把神壮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啊 是不太怕这个私敌缺飞机牌啊 那注意是与装备驱拟颜色相同的飞机牌 然后对面的话 他不能使用和打出与此牌颜色相同的牌 所以的话 目前的话 中会这边啊 挑中 黄庄的话 原位直接找一个三邪 正 正中 下怀 当然啊 中爹这里的话 应该是直接跳反了 宝孝国家 而且贝贝举主攻的话 狗祸可能偏重一点 所以中爹刚才去救司马啊 应该来说都是基于这一些基本判断 那么最后的话 狗祸驱虎吞狼之气 这个小点直接补给了队友 一波小揭秘 司马的话 杀闪一调啊 那没有办法啊 刚才是猎攻强中啊 那么司马最后这一刀 砍周泰 想早点送不去状态 那么这里的话 贝贝一逃 强行救黄中 那么注意看好我们 这里的司敌备战啊 七张红牌 那么贝贝暂时啊 他是出不了红的 最后杀没有杀出来 只能掉血了啊 那么 这一把的话 终会开个难门 我们直接出杀 没有问题 毕竟贝勒了 暂时我们司敌呢 还没有怎么大的爬挥啊 待会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整体也就是啊 呃 刚才啊 司敌砍了一下贝贝 那么终会这一刀带下去 是内奸哦 应该是内奸啊 觉得因为毕竟六狗组合嘛 还是比较坑爹的 那么勒伯斯鼠暂时控一下狗祸 场上的局面应该来讲没有武器啊 狗祸这乐应该是能中的啊 是吗 对吧 好的 难门刚才啊 扣在手里没有问题 现在的话 一套回血回起来 整体状态来讲的话 主中和反贼之间应该来说是一个互相对峻 那么大家注意看好 我们是直接弃了红牌 最后是他一手红都给不出去啊 这里应该是最后他仁德都不能给出了 但是呢 不能使用和打出啊 他贝贝的话是交给 这里我不知道事实情况是怎样啊 应该来说他就是没法仁德了啊 没法仁德了 所以的话 这一局我们看到了 斯迪直接克了贝贝一手的红牌 有九杀火攻 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个红乐还是什么啊 所以这一局啊 关键就是刚才这一个斯迪备战啊 杀不杀主攻都是其次 关键看他气得一手红牌 这才是很爽的啊 所以第一局一个斯迪的小克制啊 那么照这个局面来讲 可能应该就是克到仁德了啊 他连仁德都不能给出去 具体实战里面 我还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啊 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经历啊 好 这是第一局的一个技能的小克制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内监局吧 内监局先看一个过牌的武将 那么这一局呢 主攻大嘴 我们是一个二号位内监 郭庞 那么在大嘴局的话 应该来说郭庞选出来之后 都是很偏重的啊 那毕竟是非 直接给主攻来起来 当然我们第一下注意啊 没有是非他 而是直接出闪了 当然是非他之后 也撸到别人的手牌 我们还必须要出神 所以的话这一下没有选择啊 这一下倒是给了 因为选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随便气 先让夏侯跟大嘴去互相撕一撕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么那边春哥打一个 司马打无蟹 亚巴打无蟹 春哥再打无蟹 这个是 九杀强行收一个人头啊 那么哪个敢动我 那么这一刚烈的话啊 不过还好啊 这个决斗就呵呵了 最后的话直接吃桃 空城过 这一道就呵呵了啊 没办法 我们是非小防御啊 带一下 盲森吃桃 春哥的话 装上啊 直接那这样的话啊 忠诚还有个客下火蹲的 整体这一句我们的难点啊 还是比较多的啊 像春哥 忠惠这等的话 都还是 让内金啊 比较头疼的一些武将啊 但是现在两方啊 都在互相制衡 开局大嘴啊 稍微是把 整个局面啊 都动了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反正应该是 直接把这个人头给送走了啊 呵呵 怪女部没有杀忠惠啊 确实这个地方 忠惠就差一些觉醒了 这里没有带啊 春哥最后也光荣 现身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 整体看似反贼啊 稍微占点优势了 大嘴就看 他掳出来的话 收益应该来说不大 哑巴 不虚 有那个 无影 是 对吧 然后那个 女部的话 他有腾甲 忠惠有觉醒 所以的话 在这种局面啊 大嘴希望不大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空场难点 应该来说就转移到中会那边了啊 杀一刀 空一下啊 那么我们的话 应该来说 那就顺利的慢慢打吧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主国追 这一刀啊 应该来说 直接是送我们是非空场一下 没有问题 索索连环 是逃 最后弃牌 但是自己锁在这个锁上啊 会有一点点的 嘿嘿 就杀 这下不杀我们了 杀我们 反正可以是非嘛 诶 是非是 气质一鸣 手牌最多角色的一张 还有哪个 敢挑战我 不过刚才 现在是非 我都有点忘了 不是手牌 唯一最多的角色啊 愿于将军 共图王之霸业 那应该是刚才可以是非的啊 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 整个啊 整个局面 应该来说 还是一个互相两相制衡 嗯 最难的点 现在在于怎么保主 手里有一桃啊 可以保一下 冲会的话 直接拿了一杀 手里 看似是断杀了啊 那我们这里的话 肯定是强行一桃救起来 好就好在 现在有了黏弩 后面就看我们急功 能不能带个小输出 大嘴 这一下啊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 保自己 坑反贼啊 没有说强行掉血 当然 没有强行掉血啊 毕竟啊 反贼啊 你这一掉血的话 反贼太伤了 最后 而且我们黏弩在手里 一个急功 瞬间能带节奏 所以最后这里的话 我们确实也节奏带动了 带动了 转会应该不会死吧 嗯 这也能搞死 那么最后的话 过在桥 勒布斯鼠 哎呀 人都要送了 人都要送了 那么这应该就是 直接闪掉啊 这个给四马是给不出来的 伸手赚扬 刷一刀 那么现在啊 这个局面 搭嘴完美断杀啊 这里运气比较好了 那我们最后 这个地方来了一个神男 有一桃可保主 司马 足 所以我们整体运气啊 这个急功的运气 也是很到位 还加上对面断杀什么的 所以这局内建啊 整体的话 输出体现在急功上面啊 防御是非啊 也带出了一点小防御吧 所以这局内建 整体应该来说还可以 呃 空场的难顶啊 像中会啊 最后直接一个难买就搞死了 这个是出乎意料的 春歌的话 没有我们出力啊 就死了 所以这局整体后面啊 运气也还是不错的 嗯 好 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主攻贝贝啊 我们的话 这边是选了一个七号位内金 黄中 呃 一般我们讲菜刀的忠诚啊 呃 菜刀的内金 一般都是在主中 比较劣势的情况 打不住输出 我们内金啊 作为菜刀啊 可以控场 主攻你不得不跟我们合作 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优势 那么开局的话 三妹啊 五元妹在这边 直接索索了主攻和香香 但是没有强行坑下去 有些带一下 索索连环再带给观音瓶嘛 火攻啪 再掉啊 最后这边直接是给了灵桶拼点啊 嗯 那么开局这边你看啊 对吧 这个局面啊 就是忠诚啊 瞬间要被击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内金啊 可能就会有一些发挥了 嗯 灵桶在拆 但是 应该来说香香啊 看主攻手里到时候 能不能摸到桃子啊 那我们这里强行 把一步穿扬 一刀九杀三血啊 毕竟四血五将嘛 那么直接控一下灵桶 最后借刀杀人 逮一发 那么现在整体 还有一个佐词 嗯 再来一中啊 那么这局的话 打到目前为止啊 本来以为香香应该来说 还稍微啊 看来能火 贝贝他还能吃桃 娘柱给出来啊 对吧 哎 那么这样的话 香香能不能带走啊 不过不用担心啊 有流血和教主的配合 这里的话应该来说 你比如说香香这种忠诚啊 不太好货啊 杀一刀 在密教拼点一刀 金九不帅 不过这样的话 稍微有点淡谈了 香香啊 小启宝 年毒再来 还有桃 南蛮再开 我们要不要考虑救一下呢 漂亮啊 这个救的应该来说可以啊 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你想啊 香香他如果受到这个人头 三张牌继续爆发 再动三妹 在这里可能会达成一个 年动的效果啊 与将军共进队 密照 找教主配合 那么这样的话 是直接输出一刀 呃 当然我们手里有杀的话 直接控场打忠诚啊 不成问题的 这里最后啊 这里最后啊 是直接找教主配合 都没有印上忠诚 可以相当于啊 内耗一下教主的手牌嘛 没有问题 安德气负 咳 佐茨 呃 目前到想动他 还是可以动他 你必 不过这一波仁德啊 我们猎攻的话 可能到时候摸两张牌 发动不了了 九杀 强行带一下官二妞 啊 官三妹啊 可以 他这样保住之后啊 一刀血迹 带一下佐茨和贝贝 对吧 帮我们先控一下 后面这边比如说 我们可以 还可以找教主配合 当然他坠孔在这边啊 没能拼赢 哈哈 漂亮 漂亮 这一波坠孔没能赢的话 当然就给我们留下了 机会了 这个火攻没有极致用 主攻 无可奈何 强行 九骚 方天 来撸教主 这个就作死了 这个就作死了 这里他不应该撸教主啊 对吧 你撸我们内心 这也没有问题 卢教主就是坑自己 最后我们这里 没办法了 一血 该怎么打 就是个死啊 就是个死 猎攻强重 这是刚才应该是三血 三血 你一血是最强状态 那么主攻这个时候 最后单挑 虽然我们说 戒贝贝 他有一定的单挑能力 但是啊 但是到了最后这种 你要说啊 面对一个大菜刀 一刀好几血 你再想啊 靠慢慢的仁德啊 去找机会 击杀对方的话 应该来说比较难了 所以这一局啊 我们就看到应该来说 开局啊 虽然是忠诚偏弱的情况下 我们去控了一下 反贼 但是紧随其后啊 香香没能带走 那么这个时候 是稍微出现了一点点危机的 毕竟香香爆发了 经过主攻的一波 仁德小配合啊 好 这一局是菜刀内斤控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局 嗯 下一局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内斤啊 整体应该来说比较好打 好操作一点 当然位置不太好 身处远位 内斤 宗会 主攻 甲鱼 群雄啊 那么开局的话 这里就直接开大了 丝马往下加炉 我们暂时标反啊 这边 呃 标中啊 这边标反 那么流血没有打 太 呃 国泰应该是偏反 我们是直接顺着往下加打 这里问到 问题都不太大了 那么狗祸的话 是去撸了一下树吧 没有下炉 香香 这里可能会偏反一点啊 我们再看吧 甲鱼挂刀 砍国泰 这样就是为了司马的进攻啊 是保一刀九杀 有点难了 嗯 有桃保起来 这样的话 甲鱼的刀肯定是要丢了啊 司马吓得八卦都不敢挂了 嗯 流血啊 所以流血这样再一保的话 整体 那么现在啊 注意啊 虽然我们处于一个远位位置 但是你由于这个武枪摆在这边 难度就不大 难度就不大 那么由于我们开局 在那个乱武的时候 是顺势往下加杀 所以的话 他们定势思维 可能觉得你就是反贼 结果收香香的时候 没人救啊 那么这样的话 刚才没有补义吧 对吧 好像没有补义啊 那么所以的话 现在整体啊 应该来说还算比较 这局还算比较轻松啊 玩杀 有桃 但是这里的话 国泰可能就 要死啦死啦地 啊 我们最后的话是放弃啊 让他们自己去挣扎吧 不过有流血在司马啊 也不太好多了 所以这局整体的话 控场难度不是特别大 唯一你可能啊 觉得有捏难度的 可能就是国泰换装备 比较恶心人啊 对吧 那么这里勒不思许 勒中 勒中就勒中吧 虚虎吞挡之气 给了一个十点 拼国泰 那么这样的话 主攻有机会玩杀啊 希望不要断杀 这里树霸啊 有点小尴尬 货牌不大 甲鱼 没能捞到玩杀 这一刀下去 还有桃 那么国泰可以继续再来 撸一把装备 撸了我们的装备啊 但是他没有杀了 流血这 继续坑 祖中啊 可以有 最尴尬了 直接两个勾底 那么我们强行看难门 让狗祸解密 卖一下宝主 司马 走 可以有 带一下国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啊 小发挥一下 该杀的杀 该撸的路啊 狗祸还有拼点 当然可以找我们拼了啊 九杀被狗祸受走了 国泰桥 现在整体的话 应该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啊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主攻一定要保住 其他人都还好控 你特别 你比如说 你像狗祸这种 我就直接动你狗祸 然后呢 我可以利用你 打你 压你解谢 让你劫命保主啊 这种打法 那么现在关键是 刘鞋跟树霸的能力 还算比较强啊 甲鱼有可能被偷鸡 偷掉 刘鞋解锁 勒布斯鼠 强行控主 还是没能带掉啊 切记小心行事 果泰桥 再来果泰桥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是直接果断带走树霸 保一下 主攻的生命线 那么就剩下一个刘鞋啊 我们留着他的话 跟我们进行一个 RVR的控场 对吧 反内打主中 问题不大啊 甲鱼的大招已经用掉了 杀一刀流血 应该来说 没有太大的难点 反而现在 你比如说狗祸这边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路的 这一个寒冰 小伤啊 本来我们续报过拆的 结果这边没能续掉啊 最后的话 勒布斯鼠 索索继续续报 有无限 杀一刀啊 这一刀肯定是该掉鞋啊 斩群了啊 甲鱼那边有寒冰 你不能不防 甲鱼不好意思 有伞 那么刘邪的话 这个时候 无中生有 又被主攻打了啊 那么最后的话 还是选择强撸狗祸 然后没能撸到 想撸狗祸啊 控一下刘邪的 当然你如果直接杀刘邪 刘邪也不一定替你卖命的啊 人家毕竟还要留着自己的血线 去钢主啊 对吧 所以的话 但是刘邪这个时候不给了 都得死 这里的话 冰凉控住好皮 没有武器 我们应该来说 狗祸的人头 就会收入囊中了啊 解锁 无所谓了啊 这个时候你解锁 老子无所谓 那么刘邪 这个时候开始了 偷击行动 注意这个反贼 他还是很有机会啊 他暂时 那比如说 现在他手牌 舍不得密招的时候 他可以偷击 一旦他手牌 空的比较少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完美的 就利用你内斤啊 你掉血呗 对吧 我静下来 继续杀中慧 那么上一道流血 主攻的话 这个时候估摸着啊 主攻其实这个时候不太好打啊 唯一最稳妥的方法 应该是自己来血线啊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再来 那么这样的话 库河拆桥 可以决斗先拼 好拼啊 这个牌区没有问题 对吧 决斗先拼 然后再南蛮 当然人家也是老司机啊 杀不多啊 他不跟你拼 最后还是南蛮保住了一些 这样的话 哦 主攻没能拿到杀啊 这样流血 还是有桃 勒布斯主再控一下 拼点呗 真的不拼 那就没有办法了 容不下 最后这个牌医差平了啊 那是要手牌数比你多才是掉血的啊 所以的话这个这个牌医差平了啊 前面打的都还算不错啊 后面这个牌医把流血又给养回来了 结果自己现在状态稍微小差一点点 最后强行挂上了腾甲 腾甲啊 哎呦 这个危险咯 这个真危险啊 那么甲鱼骑士啊 打的有点急 你不是你明的有一桃 对吧 你手里缺花色 那你就吃一桃 三血囤着 留一个火弓 下一把摸两张 一个火弓四排 这个火弓效率应该比较大 当然他这一把还有 当然我们怨气也比较好啊 有一九在手里 最后的话一个南蛮 带走流血 然后一个腾甲的话 神护体 容不下你 最后我们这里 一血坚挺 就靠腾甲防御了 那么 但是对面这个人王啊 神来一杀 都得死 最后 没有换八卦啊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啊 我会选择换八卦 稳妥一点啊 当然火弓 他刚才已经用了两个啊 已经不多了啊 好 最后一刀 九杀 这必死无疑了 可以 所以最后的话 这个 排异的过牌啊 还是小有体现 那么这局整体的话 应该来说 控场难度不是特别大 唯一的可能就是说 你怎么保主 你的主视角的技能点啊 也是比较轻松的啊 所以的话都还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是一个运气局的内斤了啊 这一局很多运气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主攻贝贝三号位内斤 选一个啥呢 最后是王 低老啊 王七老开始这三张神 一个无中 其实 这个牌的贞量一般般啊 不是特别好 那么贝贝开无中 嘿呦 然后最后呢 过拆桥拆离婚掉 手里有个万金 二爷的话贴主 嗯 竟然跳中了 但是这种忠诚啊 你前卫这么跳的话 其实会有点危险啊 对吧 容易被挤火攻的啊 那我们这里开局啊 强行跳中 危险啊 危险这种打法的话 对于内斤其实不太有利啊 那么这一局我们再看一看 场上的控场难点 张和肯定算一个了 这样的话张和啊 必须要录啊 此时不战 那么像佐词 这肯定也是啊 其他 欢迎凭对我们的血线 有压制的优势啊 幻化游戏 那么这里 儿子打老子啊 将门胡子 重任在尽 主攻还在强救啊 续苗 最后终究没能带走了啊 那么官三妹啊 五元妹这边会不会是忠诚呢 结果想多了 你就是娶爹地手机 娶爹地之灵 太狠了 那么这二爷死得太惨了 惨死于 儿子和女儿手里啊 还给你吧 那么这一局啊 最后的话 开局 主中方面就打 被打了一个人数的劣势啊 那么后面 关键是反正 像这种配合 应该来说配置还可以啊 有属性 可以 漂亮 这一刀九杀八血 瞬间 优势没了啊 直接进入一个劣势局 那么我们的话是选择了 强行撸张阁 没有办法啊 你这个是空场难点 最后你看 逼得我们桃子都扔了 而且啊 装备 撸不住 装备撸不住 那么那边的话 三妹啊 直接 这炙热的心血 父亲 你可感受得到 父亲都被你干死了 这还能感受得到 那么最后的话 是全强行唬哭来了啊 好 那么这局的话 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啊 基本上 我们那天就不用多想啊 就直接一心一意 刚反正啊 对吧 而且啊 曹碧宁死前 给我们留下了 不错的遗产 张阁 在这里啊 都一血了 那么关一鸣 再次使出 继队友的人头的神技能 啊 够狠 当然现在我们也 岂岂可为 一血状态 主公神奇的送来年弩 先杀 把青岗扔掉 对吧 最后的话年弩挂起 可惜却治理了 九得漂亮 我们这还有九 哎 对了 用的漂亮啊 直接把那个嘉义 再给消掉 最后的话 收人头 但是最后这里 就没法旗帜了啊 选择了杀一道主公啊 来一波 那么留了一个无蟹 护住了自己 关一平这里 没有选择去强弄我们 而是撸了一下主公 那么保我们一命不死 那你这就 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边啊 直接断肠神迹 挂在这边 跟主公单挑 主公这里啊 打得太保守了啊 直接是选择了回血 而没有杀我们一刀 现在他还有机会 就赌这个八卦 但是还是没能有啊 我们这个时候有闪了 续命成功 这个时候你再想出来杀的话 就稍微有一点点玩漏 决斗 最后这边啊 运气比较好了 对吧 关一平 他如果刚才那一刹来带你的话 带我们主视角的话 可能啊 他还有一点点希望 首先王级刚不了你啊 主公刚才就一刀 你还能闪 后面的话 你跟主公单挑 你已经 刚才这边关一平应该是已经 看不到他血相 应该是觉醒了 对吧 刚才虎啸子杀过几刀 觉醒了 对吧 你这每回合去血迹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最后怨气也比较好啊 断肠了 各种一斜 没闪的时候 主公不杀你 都能赢啊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 五场八人捐赠啊 就到这里 最后就谢谢大家